今天呢我们过来给彩彩这几只洗个澡 顺便呢教大家如何让小猫咪爱上洗澡 还是一样盆里先放一点温水 然后把彩彩放进去 你们可以看到它刚下去是有点抗拒的 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手里就多了一个猫条 我们就用这个猫条收买它 跟它达成某种交易 然后在它享受猫条的时候 我们要一边往它身上泼点水 让它适应一下这个水 交易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开始愉快的洗猫 不用担心被抓了 我们先把这个调好的沐浴液倒在它的身上 然后把这个沐浴液淋到它全身都是 揉搓揉搓 再把这个头的周围下巴这些地方也洗一洗 这样一只香喷喷的小猫咪就洗干净了 等一下再过一下清水 冲干净就可以去吹干了 接下来呢我们洗的是小油 小油非常的乖啊 洗澡非常的配合 这样呢我们就直接省下了一根猫条 嘿嘿嘿 一晃眼啊 小油和彩彩都已经两个月了 但是呢它们也是第一次洗澡啊 我们还是要趁它小的时候培养一下它们洗澡 后面几只猫呢我们就给大家跳过了 因为这一期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吹干的方法 洗澡嘛我们已经度过很多期的 刚开始吹啊我们先开最低风 然后不要开加热啊 加热会损伤这个毛的 一般这种吹风机吹水机 它等一下就会自动产生一点热量了 如果你的猫没有那么害怕呢 你可以就是慢慢把这个风力加大 如果它比较害怕呢 你可以就是把它的耳朵啊捏住或者拿一个毛巾裹住它的耳朵啊 让它听不到那么大的声音 吹完之后啊 哎我的手里又出现一个猫条 哎我们跟它交易一下啊 临时奖励一下 安抚一下它的心情 然后吹小油啊 小油吹毛也非常的乖啊 一点都不反抗的 所以呢我这手里啊也没有出现猫条 哎又帮我省了一个猫条 嘿嘿嘿 最后把小盐河粗粗也吹干 一样的是有猫条奖励 彩柴他们都很喜欢这款猫条 抵出来的肉感也蛮明显的 看了下配方也是挺健康的 他们多吃一点呢我也可以放心 再下来了